不過現在全球應該都很擔心 會有新的疾病來侵擾我們 因為絕對會讓我們的經濟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今天的看歐洲呢 我們這個單元要帶你來關注的是德國 為什麼要看到德國 因為現在德國似乎陷入一個完美風暴當中 德國發生什麼事呢 過去我們說德國 他就是歐盟的經濟火車頭 但現在這個火車頭似乎拖不動了 主要有哪些關係 第一個要來看到就是俄物戰爭 造成他們的能源出現了一些危機 因為這個本身德國跟俄羅斯 他當中的這個能源的依存度是非常高 他們有很多的天然氣或是石油 都是從這個跟俄羅斯買的 還有就是人口的問題 人口逐漸老化 但生產力也是逐漸的低落 還有現在我們過去說 你要買車當然要買德國車 但現在在整個電動車的競爭態勢之下 其實德國車反而沒有太多的優勢 當然也威脅到了他們的汽車製造業 那我們要來看到是現在 國際的貨幣基金組織就說了 德國的工業其實現在持續低迷 未來經濟可能會因為製造業的關係 連帶拖垮他們的經濟狀況 那現在其實預估德國在今年全年的經濟 會收縮0.3% 這個數字聽起來還蠻少的 但是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承受之輕 不可承受之重 那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現在德國工業出現疲軟狀況 還蓋過了他們的服務業擴張 將一加一減之下 對整個歐洲 不只要說德國 對整個歐洲的經濟都是不會太好了 甚至有人說 引發了歐洲的病夫時代 那我們要來看到的 其實現在德國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剛剛除了說 包括能源的問題 人力的問題 當然對他們的經濟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但是真正讓德國出現 這些不可挽回的經濟劣勢 到底還有哪些因素 第一個就是大型的企業外移 因為現在外資要去投資德國的人 還有相關的企業是越來越少了 光是在2022年的時候 德國的新增外資數量是連續第五年下降 而且在AI的部分 我們知道現在很多的企業 都希望可以跟AI的發展 沾上一點邊 像晶片業還有處理系的行列 其實也都是算是非常夯的 但是AI的發展是相對緩慢 還有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電動車的發展 似乎德國 雖然過去他們的德國車硬為傲 但似乎現在也都是被超車的狀況 而且誰超車 大陸企業發展的反而還不錯 這麼多的問題 其實形成了一個完美風暴 打擊了德國 當然對他們的經濟一定造成了相當大的威脅 但現在光是他們這個德國人自己的企業 都開始慢慢的往外遷移了 像德國的這個化工的巨頭叫做BASF 叫做巴斯夫這家公司 他本身就說了 他其實也把他們當地的化肥廠給關掉了 大幅財源財源財源多少人呢 2600人 而且也投資了大陸 將近100億美元 等於說 他們是看衰了這個德國的市場 反而是看好中國大陸的市場 直擊掌就說過 他說他其實非常擔心的是德國的國內市場 尤其去年在德國損失了1.3億歐元 獲利已經不再接近了應有水平 一次大白話就是說 他們在德國根本就賺不到 那我們再來看到的是 我們說到中國大陸 大家一定都會討論的 就是過去的一帶一路了 但現在歐洲領袖 似乎好像也想要跟一帶一路 不想要再變同一路了 怎麼說呢 因為很多的歐洲領袖 針對這個一帶一路的活動 現在都採取迴避的態度 因為在今年10月份的時候 中國大陸想要舉辦一個 一帶一路的慶祝活動 但是這些歐洲領袖 似乎要參加嗎 好像都興趣缺缺 甚至意大利就說了 他們認為 他們的國防部長就說了 加入一帶一路的倡議是即興 而且差勁的決定 甚至在意大利 他們就說了 意大利本身是七大工業國 唯有簽署協議的 在9月份 也就是下個月 就有可能對外的宣佈退出 而且在這麼多歐洲領導人 都迴避的態度失下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說 這兩位包括是習近平 還有普丁 是不是大家都想要 跟他們一起來切割呢 而更多詳細內容 我們一起來看這次報導 今年是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 十周年 習近平自豪的一帶一路政策 將滿十周年之際 大陸副總理何立峰 以習近平特別代表身份 出訪巴基斯坦 訪問的目的 除了加強兩國經貿合作之外 更將出席中巴經濟走廊 啟動十周年慶祝活動 儘管何立峰抵達當天 巴基斯坦傳出嚴重爆炸攻擊事件 造成44人死亡 近200名成人及兒童受傷 但悲傷的情緒絲毫不影響 巴國當局對一帶一路的熱情擁抱態度 巴基斯坦外交部還強調 和立峰的到訪體現了雙方 對深化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重視程度 十年來 中國已經連續八年 成為巴基斯坦的最大貿易夥伴 2013年7月啟動的中巴經濟走廊 被中方視為一帶一路倡議中 最重要的示範項目 十年來投入數百億美元 在當地開啟大型交通 能源與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同時卻也為巴基斯坦 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與債務疑慮 不但民眾多次示威 批評相關投資對在地民生來說 未能獲利 反受其害 巴國的武裝分子 更不時把中資建設作為攻擊目標 例如兩年前 對中資成建水壩工地巴士的爆炸攻擊 以及針對孔子學院的自殺炸彈攻擊等 與巴基斯坦當局全力護航一帶一路政策不同 2019年簽署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意大利 卻傳出有意在明年3月底協議到期之後不再續約 不僅義大利總理公開表明 將重新考慮是否要繼續加入一帶一路 預計年底前做出決定 義大利國防部長克羅塞托更在媒體公開批評 上屆政府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決定糟透了 因為這讓中國貨大量湧入義大利 卻沒能為義大利產品出口中國帶來太大幫助 因此他認為當前主要問題不是退不退出 而是要如何能在不損害兩國關係的情況下退出 義大利據報將會派使團訪華 為不續簽一帶一路做準備 義方有意儘快派外交使結團訪問北京 義大利副總理兼外長也計劃9月前往中國展開協商 防止退出引發中方強烈報復導致關係緊張 據統計義大利加入一帶一路4年來 中國對義大利的出口增加了51% 義大利對中國的出口卻只上升26% 實際上與中國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的情況出現在整個歐盟 光是去年歐盟27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就成長將近六成 達到3960億歐元 約12.8兆元台幣 法國財政暨經濟部長勒邁爾周日在北京與中方展開高層經濟財經對話時 一方面重申反對於中方經濟脫鉤 同時更希望法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的管道能夠改善 並且保護智慧財產權 讓雙方的貿易更為平衡 例如法國化妝品進入中國市場時不會被迫交出配方等商業經濟 中方將舉辦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歡迎各方參加論壇活動 至於北京當局10月將召開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包括義大利 法國 德國與希臘在內的多數歐洲國家領袖 都傳出沒有計劃出席 唯獨習近平的好媽祭率先宣告不會缺席 普京應中方邀請 到時出席一帶一路論壇 這次是繼去年2月之後 普京再度出訪中國 普京上台20多年來已經訪問中國17次 上一次訪問時還出席了北京冬奧開幕式 但在訪問結束後不到一個月就揮軍入侵入克蘭 這回普京選在戰事膠著 西方制裁日趨強烈的情況下再訪中國 明顯要尋找與中方更緊密的貿易與經濟合作 並且展現自身不孤立的姿態 至於到時候能不能對一帶一路政策帶來加分 與會各方恐怕各有盤算 TVBS新聞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